203对称造型实体 这一题呢我们先画一个正方体 那现在编长是100 所以这里呢 我们点选草绘 选择top面 按草绘 我们选择中心矩形 先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 编长为100 打勾 Ctrl D之后做衍生 那这边呢我们做对称 一样长度100 打勾 完了之后呢 这边要做 那个八面 八边形 所以这里点选草绘 选这个面 按草绘 利用调色盘 找八边形 好 然后这边拉进来 打勾 好然后利用法线 标注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好 然后这个删除 这边是100 好 确定 好 Ctrl D 好 然后呢 选这个线 选这个线 按复制 然后选择 选择性贴上 好 轴是 以这个轴做旋转 负90度 好 然后这边选项 把隐藏原始集合打勾拿掉 按打勾 好 那这边 最主要是要以这个为路径 然后做 所谓的扫描 然后把这一块删除 所以 点选它之后 好 按 扫描 好 我们把这个点 拉到这里来 然后点选这个按钮 建立或编辑扫描界面 好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 先转成 线框号 然后 参照 这一个 这一个 跟这一个 这几条线 然后用直线 去把它 連起来 好 完了之后呢 确定 我们再把它 还原回来 着色 好 Ctrl D 好 那这边我们要用 移除 移除 打勾 好 那这时候我们 将扫描了 镜色 所以 选择镜像 以这个平面做镜像 打勾 好 那 基本上 这个 就完成了 那这边不用做标系 所以呢 我们来看题目 来 第一个 要求它的体积为和 所以分析的 质量属性 好 那 以这一个 好 桌标 就原来的 桌标系 来 这边 体积是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呃 表面积是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跟我们讲 L改成175 好 来 那所以呢 这边 草惠 右键 编辑定义 好 这边 改成175 打勾 好 那隐身呢 这边 右键 编辑定义 也是要175 好 打勾 好 完了之后呢 炒绘2 这边 编辑定义 这边 100 也是要改成175 打勾 好 Ctrl D 好 那这里呢 它问我们 表面积 好 表面积 质量属性 好 做标西一样 选这一个 好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好 然后呢 剖面 剖面区域的周长 它要的是这一块 所以这里呢 好 点选测量 选这一个面 好 那它要的是周长 周长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呃 V 它的V指的是 这一段 所以这里呢 好 把它关掉 好 点选草惠 我们选这个面 好 然后呢 呃 平面显示先拿掉 我们参照 这一个 参照 这一个边 跟这一个 还有这一条线 好 然后呢 用直线 把这个点 跟这个点 连起来 好 确定 Ctrl D 然后呢 再用 分析的 测量 点选这一条线 所以它的长度是这里 好 那以上呢 这边 是203题